現在五個人前期都是非常具有這個威脅能力的 往前想要抓 但是呢這邊有環道了 大姐抓下去之後呢剩一級血線 最後的話還在打 哇 尼歐斯還在跑 尼歐斯還在跑 他跑掉了 怎麼可能 這邊可以看到雨翔過來之後呢 這邊環道大姐戳下來之後呢 然後我們來整個的進攻 過來想要往前拉一下之後呢 哇 最後 太秀了 尼歐斯居然跑掉了 而且奧克斯在小玲雙雙倒在這邊電郎的攻勢之下 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